每一個媽媽懷孕之後 都很希望能夠給寶寶一個最好的呵護 在我們古代有一個叫徐之才的名醫 是一個不齊的名醫 它有一套早餘養胎的理念 在這裡我都跟大家具體來分享一下 懷孕的第一個月 其實主要是以養肝為主 所以很多孕婦 其實她是懷孕的初期 就喜歡吃一些酸性的食物 因為酸性的食物 對養護的肝是比較適合的食物 這個時候其實從養肝的角度 我們很強調的是早睡 千萬不要捱夜 睡眠的環境要安靜 不要令人父受到一個驚嚇 飲食上可以適當吃多一些物類的東西 以麵食為主 不要吃一些腥臭的 或者過於心辣刺激的食物 懷孕的第二個月 主要是養肝 這個時候其實是 嬰兒的血脈生成的一個階段 所以飲食上同樣 都不如過度的心躁的食物 以及最好不要喝凍飲食物 不要喝酒 居住的環境 同樣都很強調一個乾淨的 要小心呵護媽媽 不要受到驚嚇 懷孕的第三個月 主要是養心 這個時候其實是嬰兒的天性 三成的一個階段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胎教 開始的一個重要的時期 這個時候 媽媽就要保持一個情緒的平穩 不要過度的思慮 憂慮 那就是 她身邊都多自吹 為妾 冷復 等著結 analyze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